中东局势骤然升级 普京对伊朗总统发出会见邀请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伊朗导弹炸行美国 为何说中国的国运国将再次来临 正当我们还沉浸在国庆的欢乐氛围中 中东地区与我们的欢乐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一声声炮弹轰炸的声音划破中东上空的宁静 眼下在以色列的不断努力之下 中东局势骤然升级 正当大伙认为伊朗不会出手的时候 伊朗却以身入局百枚炮弹器发射 直接在以色列炸开 至于为何大伙会认为伊朗不会出手 其实这还真不能怪大伙 主要是伊朗对外释放出的信号 让人有些捉摸不透 首先伊朗新总统上任后 对外表示自己有计划与西方大国合作 结束伊朗与西方大国的核僵局 其次伊朗还对西方作出重大承诺 承诺伊朗不会以任何方式寻求核武器 最后伊朗还表示自己不会介入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 伊朗的这些行为被外界视为背叛了中俄的反巴战线 也背叛了中东反以反美武装盟友 无论是哈马斯和黎巴嫩珍主党 还是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武装 都在为主权而出一份力 尤其是正在浴血奋战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珍主党 结果伊朗却想着和西方和解 着实让不少小弟心寒 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伊朗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拿到想要的 可明眼人都知道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 在谈判桌上也是拿不到的 这点俄乌冲突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从伊朗自身来看 做出这种选择也属正常 毕竟关乎国家利益 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考虑 伊朗最终还是做出了正确决定 与中东反以反美武装盟友站在同一战线 在苦成多日之后 以色列终于承认伊朗的大规模导弹击中了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 说实话 以色列的嘴硬程度 世界有目共睹 想要以色列承认这个事实实属不易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处空军基地并不是简单的空军基地 据悉 内瓦提姆空军基地部署了一支35作战部队 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则拥有两支15战斗机中队 外界有这么一个说法 以色列拥有两个世界范围内排名靠前的军事组织 一个是摩萨德让各国文声色变的特工组织 另外一个则是以色列空军 而眼下 这两处空军基地被袭击 不仅是以色列空军的重大损失 也意味着以色列防空体系的巨大压力 有分析人士认为 伊朗已深入局 导弹炸行美国 此话怎讲 日前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 针对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一事 做出了报道 提出了一个想法 如果伊朗的导弹换成中国导弹的话 结果又会有啥不一样 且不说 中国与这件事情没有丝毫关系 退一万步来说 中方与以色列的关系 也没有差到势如水火 由此可见 伊朗这次的举动 确实让美方很担忧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敏感时刻 普京对伊朗总统发出会议件邀请 据悉 普京在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 将会与伊朗总统会晤 并且讨论中东局势 至于双方能讨论出啥 相信很快就有结果了 倘若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 美国也要以身入局 个人认为 中国的国运将会再次来临 那么历史是否会再次呈现 就看美国下一步会有何种动作